開放資料的在地化以及結構化 感謝各位來參加我們這一場議程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是開放資料的在地化以及結構化 那我是今天的講者主廷宏 那我先給各位就是這一場議程 三個主要的關鍵字 一個是文藝術 一個是數位化 一個是結構化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來就是業餘的這個攝影愛好者 平常也有在開園貢獻這樣子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攝影的關係 然後常常會去排一些歷史建築 然後有一次在這個另外一場年會 是Costcap的那個排名獎 然後會後之後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歷史文資的文史的這些資料雖然很多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看到很多數位化跟結構化的資料 然後後來就跟Wiki Data的一些社群的活動 我們討論之後 我們就成立了Wiki Data 台灣的地方群的專體社群這樣子 然後我是台中那邊的主持人 然後再來是我也有在講這個網網這樣的欠端的技術 然後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開放資料 那這個在那個維基百科上面有寫到就是說 開放資料不受著作權主專利權限制 可供大眾自由主管使用 喔啊講的很重 所以它就是說有別於開園軟體的那個 像是BSD授權還是GPL授權這些的 我們就開放資料是採用這個創用時期的授權 然後再來除了這些政府的組織之外 其實通常是政府有那個開放資料的平台 然後再來就是公開資訊的平台 然後再來就是通常是社群的貢獻一起來整理 那既然有了社群 那就會有了這些社群的一些守則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創用CC的介紹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是可以去考 那這種合作方式就有點像是一些 就是最有其他一些產品的埋照 可是我畢竟不是九十六支 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分身拔出的時候 然後我看我們的 就是那幾個空包包 那樣 謝謝 可是如果沒有特別需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就是分享一下 畢竟我去年我有跟你講 你在做什麼 我也跟你跟你講 那個最近的經驗 其實一直都是 那就 那就 可能這個聲音沒辦法 那就 這個反正 這一個 這個影片在那個 創用CC台灣的那個網站 台湾CC專欄的網站上有 那就請各位 再上去看 那我們這邊 因為那個聲音可能 握不出來 那我們就是這個聲音 然後我們接下來 來看一下這個 我自己偶爾會用到 就是 家裡的聲音 那 有在用 我是沒有在賣東西 我是要買東西的 所以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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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傳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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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開放資料就是我們這些有這些專案 像是今天可能有在講幾個議程叫做G0V臨時政策 然後他們是在做那個公開的部分開放政府的部分 然後再來我們的話是我們社群是在做這個維基媒體專案 那什麼是維基媒體專案呢 其實維基可能大家比較常聽到的是維基百科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像是維基書記維基新聞緣維基 維基共享資源等等等像是上述所列的這一張 然後再來就是政府的話 他們那邊是有政府資料公開的 這個是根據政府資料公開法 那還有那種開放地圖的專案叫做OpenSremate 然後呢今天剛好是這個G0V跟那個Wikidata的8週年 然後現在同一個時間在那個台北的那個中演院那邊都有活動 在整座8週年的這個活動 那所以我們就頂一下它的那個開放資料 一星級就是你網路上找的大文不管你格式是什麼都可以 然後二星級的話它就是說一定要結構化 所以結構化就是我們以前有一些圖片 或者是一段影片什麼的 圖片有結構化的資料 那我們把它透過Excel那種表格 就是填表格的方式 那叫做結構化 然後第三星級的話就是說它要用開放格式 像FaceVXML Jackson這種格式去取代那一種 低原軟體的那種格式 像Excel的格式那一種的 然後再來四星級的話就是說 每行的資料要有唯一一個超連結 就是打這個連結就只會指到那個資料 然後再來五星級的話是還要能夠去連結到其他人的資料 就在五星級開放的資料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創用CC 那創用CC的話基本上就是有六種的組合 然後就是那個是說性名一定 那個創作者的性名要標註就可以用 或者是創作者的性名加上相同的方式去分享 還是說性名標註然後你不可以去改 然後再來性名標註然後不可以拿來商業用途 或者性名標註然後不可以商業用途相同方式分享 或者性名標註可以商業性跟禁止改作 它就是做排列組合 然後這個就是創用CC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在那個創用CC的網站上有更詳細的介紹 那開放資料的這個應用的Case Study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最近剛好這個嚴重的是長男性級 這個疾病車來然後爆發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我們用開放資料就可以去做 這種台灣有做一個這個疫情的儀表板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 喔這是 這個 回回回 欸 好好 然後這個是比較 這個昨天解圖的 然後包括之前我們比較常見的 我們用這個G01 欸那個就是阿翔工作室他們 還有G01的集合伙伴 那個什麼GD集合群 幾個社群聯合起來 然後從健保局的資料開放服務這邊 然後這邊去抓了 這邊的資料 然後它是一個CSV的格式結構化 然後之後從這邊 然後透過那個Agex的方式進到那個口燒地圖 這邊 所以這個是幾個社群一起合作 然後來把開放資料做應用 也就是說資料它可以做夾子 然後再來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社群的一些活動 那我們社群 我們會實際的去那個走讀者考察 所以我們會去 我們之前有去這個台中神社 台中神社的話就是也是我們第一次的社群的活動 然後台中神社那邊的話 因為台中神社其實是說 這是以前啦 現在已經不是叫做台中神社了 第一代的神社是在台中公園 然後第二代的神社是在現在的孔廟啦 然後那個中烈池那一代 所以我們去看是不是還有剩下來的那些 以及趕快把它拍照攝影起來 做一個這個數位化的工作 然後再把它導入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微基數據上面 然後做結構化的整理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有一個是這個行務所 官社群 行務所以前就已經整修完畢很久了 但是他的官社群是最近整修了 所以呢 那就是說以前那些典獄長 那些獄證人員的他們的宿舍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我們這個活動 好 這個是我們平常 因為VikiData上面的那些 有關於這些圖資 就是地圖的部分 我們是要跟其他就是OpenStreetMap的 他們的社群去做合作 所以我們會去串OpenStreetMap的專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會跟OSM一起去辦約聚 那這個是這邊的話 如果各位有看到的話 這個就是那個摩茲公寮 摩茲拉的部分 然後再來底下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台中神社的這個考察團 我放大一點 好 然後再來我們也除了地方學以外 我們也有做這個藝術資料 就是那些美術館 那一些圖書館這些的結構化 再來就是一年一度我們有OpenData Day 那就是那個開放資料的一個年會 然後呢 我們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還會有那個G0VisaMap 我們也會上去 那個WikiData 也有哪幾個藝術在那邊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 那時候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就是改成線上的方式去進行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 在那個新樂園的藝術空間合作的時候 這個是行務所 這個行務所那邊的考察情況 然後我們有幾個這個論壇 半日的論壇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主要的一個 這個社群的這個活動 今年度的 那我們什麼 為什麼我剛講到這個開放資料的在地化呢 所以我們有進行這個 就是有進行一些 就是像是在地化的話 我們就是在 我們在Wiki這邊有做台文的翻 也就是翻成台語 然後像這個 我們有用台語去介紹社群 然後放在這個圍基上面 然後我們有些字可能會不知道 那我介紹一個工具給各位 叫做愛台語 愛台語 像浪費 有人知道浪費的台語怎麼講嗎 欸有啦 嗯 類似啦 我不是 特賊啦 浪費 我們就打浪費 這特賊啦 那你改七雷的 他就會唸給你聽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數位的工具 讓我們來 就是 去查詢還有更發音 那這些也都是 那個 不知道是誰 就是沒有 那不是啊 就是說這些社群的夥伴 然後用創用CC的方式去貢獻出來的 然後再來底下這個是我們地方學專屬聚會的這個FD 所以呢 資料在保存的程序上是先從收集資料 然後再來把它做數位化 有了數位化的資料才去 然後呢 再做結構化讓機器可以去解讀 然後再做資料的加值以及創新的應用 那資料收集的方式有幾種啊 我們從歷史文獻上我們把它直接收集過來做數位化 可以 可是有些東西可能一定要去做一些訪行 要去找一些請 那個長輩過來跟他們了解一下 當初他們看到的情況 那就是靠訪行的方式 或者做問見 或者是實際的走讀 做填調之類的 然後呢 數位化的話就是說 以數位的形式去保存大量的資訊 像是說 不管是文字影音的還是那些圖字 那這樣資料呢 數位化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不用去放那麼大的空間 像圖書館就要放很多那些圖書 它就可以減少這個空間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可以減少人力去那裡做釣獄 不然每次去釣獄 就要一個人 然後呢 幫你去釣獄 然後你可能付錢給他 他才來給你看 給你看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 去快速的去做查閱 那什麼是結構化的資料 結構化的資料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像一個 SEQL 那這個MySQL 是一個開源的這個專案 然後好像這一次的這個年會 也有來贊助 然後再來就是半結構化 是像這一種 JSON CSE 這一種 一件事的 然後再來非結構化 就是像PDF 把它打出這樣子 根本就有機器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在講 開放資料的結構化 所以我們先定義schema 就是在資料庫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要先定義它的schema 然後是定義完之後 我們資料再印射的進去 那一樣 所以就是要有結構 才會有資料 那像維基百科 大家都知道 因為比較有話 就是維基百科 它是說給人閱讀的 所以它上面都是條目 然後它就是類似一個 一個文章的一個協作平台 就是維基最原始的這個定義 就是一個那個HTML的協作平台 那再來維基數據的話 是給機器閱讀的 一個是給人看的 一個是給機器看的 那它就是做那個結構化的動作 然後就 所以它裡面都是一個item item item 然後再來它就類似在填表格的方式去把它填寫 在這個10月6號的時候 下午一點的時候 那個我們的這個維基數據上已經到達了 第101個項目 該填上去了 那這個就代表說 其實在這個開放資料這一塊的話 就是數據要收集的夠大 才會有它的代表性 如果你只有幾筆商品資料 那這樣子 這個可能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參考的價值 所以就是資料量要夠大 然後再來就是 開放資料的結構化的優點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快速的方便我們查詢 然後快速連結到其他的 維基媒體的專案 然後把它顯示在那個表格中 然後資料去共享減少儲存的空間 就是類似共用相同的屬性 所以我們實際去like demo一下 這個wikidata 我們就上網查wikidata 然後進來之後 這邊要登錄 登錄完它才可以把這裡選擇語言 選擇中文 不然它本來是英文 然後我們選擇clear reserve 然後這個怎麼叫出來呢 這個我們就按 這邊有一個i 然後我按過濾器filter 然後我打性質 這邊我就我要查這個神色好了 然後在哪裡呢 可能它就要再給一個 國家 剛剛有出來 應該是在這邊啦 然後把它打進來p7 然後這邊是選中華民國 就是我們要查台灣以前的神色有哪些 當然是目前有建黨的 然後這邊可以選限制的筆數 然後我就按查詢 它就會把它列出來 然後總共有幾筆 就像在查資料庫一樣嘛 然後我們可以 就說我對台中神色有興趣 我就點進來 點進來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是一個結構化的 所以它會先告訴你 它的label 然後就很像資料庫 一欄一欄的 它先語言給它 然後label 然後再來它的去描述 然後它又可以有什麼別稱 然後再來它底下 它的性質是什麼 然後它是一個建築 它是一個神色 然後之後再來它的圖片在這邊 然後再來它在什麼時候拆除 然後它第一代第二代的那個地址 然後再來我們想說我們要連過去 那我們就可以連到這個 我們維基百科 那就連過來 它這邊就有更詳細的這個 就是它這個是一個是給人看的 然後這邊是條目 然後這個是一個這個結構化的一個 給機器閱讀的 所以那個開放資料加值的案例有哪些 那我們怎麼讓這個資料不只是一個資料 而是能夠創造它的價值 那我們就可以去 那我們就可以去 就是每年都有一個比賽 如果還是學生的話 或者是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去參加這個資料創新運用競賽 然後這個它裡面就做了很多 像是把所有的可能把所有地方的空氣品質收起來 然後open data 然後再把它拿去那個網站裡面做應用之類的 像這邊有很多這個生活居家的智慧家庭的 那這些資料加值的做法 我們就需要把一個資料做可視化 那可視化我們就需要畫表 那畫表那些chart出來 那我們就可能我們又沒有錢去買那些 那一些template之類的 那我們就或者是有些時候要用到什麼 Power BI來貼補那些都要付費 那沒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你們一個開源的 然後又蠻不錯用的 又很多人在用的一個 在Github上面的一個專案 叫做chart.js 然後chart.js 然後chart.js是比較輕量級的 那如果它還可以做到了這個RWD的功能 它就是本身用Canva的方式 就可以去把它弄到那個網站去了 那如果我們需要更多的圖表 那可能那個說chart.js這些還不夠用 那我們就用到這個D3 D3.js 那這個也是比較知名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可能需要 那可能那個在Google Map上面 每次用一個什麼服務串個API 那可能你就需要去付費 那我們就能直接串OpenStream Map的API 那這個都是開源 然後也不需要去付費的 然後接下來的時間 我想要跟各位互動一下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Slider上面 我們可以進行這個提問 那我開一下Slider 然後就直接去掃描看看 然後把要問的問題打在裡面 然後呢就是可以按讚 然後按讚是最多的 它就會跳到最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回答這樣子 看一下各位 跟各位交流一下 看一下各位 跟各位交流一下 要問的也可以直接現場提問 請問維基百科上的資料有開放API嗎 這個的話是這樣子 因為維基百科它沒有做這個叫做結構化 要維基數據才有 所以維基百科的話 基本上是要用那個Python 然後去爬層的方式 去把那邊的資料撈進去 用在你的那個那個網站裡面 那還有人要提問的嗎 還有人要提問的嗎 長頸路的台語怎麼唸 這個有趣,應該是麒麟路 應該不是叫長頸路,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現場查一下 這個愛台語 愛台語如果找不到,等下再介紹吧 麒麟路,麒麟路 這個照理講的可以放出來 麒麟路,麒麟路 麒麟路,它是麒麟路 神社的資料可以做什麼分析的應用嗎 這個部分主要是在於文化資產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把台灣的 我們現在也正在做 這現在是從台中的開始 之後應該會擴展到全台灣的 然後把它整理起來之後 放到OpenStreetMap上面去標記 然後標記它的位置之後 又是用那個 它是只有傑森的格式 只有傑森的格式 圖資是用傑森的格式 然後把它丟到那個OpenStreetMap上面去 然後還有一些圖鑽 然後我們去把它應用之後 把整個台灣過去神社的這個歷史 變成一個網站 然後去介紹 然後把這些資料做點藏起來 然後就是讓我們後太的子孫 能夠去這個 就是能夠去了解這一段的這個歷史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說這個Puzzle 它這裡的話這個是蠻多 我們在維基裡面編輯的話 我們會有很多這種 不管是Puzzle也好 還是一些這種自動化 或半自動化編輯的一些工具 包括在這個維基數據裡面 也不一定要一筆一筆的去編輯 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的那個工具 像是這裡有一個Level Control 之類的我們就可以去對它做 喔對 就可以對它做好幾個項目 或者好幾個語言 同時去編輯 OK 那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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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